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准备再给大家开一系列的新的课程 什么课程 手机开发 是这样 如果长期看我这个技术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到今天为止 我的小马技术频道给您分享的技术 大部分都集中在网页开发 以及服务器端开发 也包括一些个人工智能的东西 对吧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觉得我的这个技术频道的技术站 稍微做一下调整 怎么调整 就是说由网页开发为中心 慢慢慢慢转向手机开发为中心 是这样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给我这个幕后留言 我总结了一下 大部分看我视频的朋友 可能是说学生朋友比较多 要么就是刚毕业时间不长 朋友比较多 想学习一些新的技术 有助于自己找工作 是这样啊 如果说前几年来说 网页开发呢 可能是一个非常热门不错的方向 对吧 那么慢慢慢慢的 就会变成手机开发 才是一个热门的方向 所以说呢 到今天为止 我小马技术频道 其实在手机开发的视频呢 不是很多 我觉得既然今后这是一个发展方向的话 我就应该弥补上这些个不足 对吧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给您做一系列的手机开发的课程 至少包括 我今天跟大家说啊 至少包括iOS的开发 包括安卓开发 同时再给您介绍一套混合编程的框架 目前我准备选的是Flutter 在今后课程中呢 我都会给您介绍 同时我还会给您做一些个云服务 比如像Google的Firebase 对吧 也会作为我的这个范畴之内 对吧 这是我今后的一个计划 同时呢 网页开发 比如VUE啊 比如说这个CSS 比如说这个Bootstrap 我还都会做 包括这个TensorFlow视频呢 我也都会做 但是工作的重点 慢慢会转向手机 比如说TensorFlow 它出来一个Lite版 对吧 就支持IoT 就支持手机嵌入 我呢 今后都会慢慢的结合 这些个技术呢 给您做视频分享讲解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作为手机开发的第一期 我能给您演示一下 简单的Xcode的使用方式 前几天我给您分享了 一个Swift最新语法的教程 对吧 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 今后呢 我给您开发这个手机iOS应用的话呢 主要采用Swift的语言 同时开发框架呢 我采用Swift的UI 最新的框架呢 给您讲解 是这样啊 如果您有手机开发经验的话 我认为您到今天为止 开发最多的用的是UIKit 对吧 那么随着这个UIKit 慢慢慢慢的被淘汰 Swift的UI呢 慢慢慢慢的被大家所接受 那么我今后的课程呢 是采用最新的Swift的UI 给您讲解 好不好 今天是第一期 我呢就简单给您演示一下 iOS Code的使用 以及最简单的Swift UI的一个简单的 Project的建立 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来试一试啊 好 同时呢 我还想试一下我的这个Mac录像怎么样 包括我的麦克风的音质怎么样 也都想在今天这个视频中 来做一个尝试 好不好 OK 那咱们开始啊 这个是Swift启动之后的初始画面 是吧 这个非常的简洁 没有任何问题 咱们点击 是这样啊 一般咱们想学Swift 咱们点第一个Playground 今天呢我给您直接创建 一个这个iPhone的工程就完了 好吧 咱们点击第二个 我这个 我这个鼠标板 今天怎么就慢啊 没电了啊 大家请看 出现了这么多个工程类型的选项 咱们也不这么麻烦 就选第一个 简单的ViewApp里 是这样啊 后面的选项 只不过是帮咱们生成一些代码嘛 对吧 咱们用第一个呢 也能够生成复杂用程序 完全的没有问题啊 咱们就第一个 简单的ViewApp 好 咱们下一步 这个地方 说上一个名字 我就叫MyApp就完了 好吧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App 然后呢 这是这样 我以前啊 我曾经做过一个 这么说的 这个足球类的App 是混合式编程 当时呢 我自己申请了一个账号 现在那账号过期了 我没有用 今后呢 我也想一边给您做这个手机开发 一边我自己再做一些 自己的个人的产品 是吧 然后分享给大家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好不好 OK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看过期 所以这个就不用选 然后这个组织名 小马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要填上一个唯一的ID 这个ID呢 会注册到您今后的App App注册到这个苹果商店中呢 会有一个唯一ID的标识 这个和安卓也是完全一样 unload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吧 然后语言的话 咱们就选SWIFT 不选Object C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框架 一个是SWIFT UI 一个是UIKIT 咱们呢 就选SWIFT UI 好不好 是这样啊 就算咱们选SWIFT UI 其实它内部好多的工作 还是需要UIKIT的知识 才能够完成 今后呢 咱们结合课程 我一点点的给您讲解就算了 好不好 OK 咱们下一步哦 然后这创建这个工程 创建到哪去 然后这地方是这样 如果您要用GIT 你把它挑上 一般我就不挑 对吧 这只是给您建个工程 建个课程 的样例就完了 好 咱们建完之后 我把它最大化 右边这个关掉 暂时不用 然后这边大家请看 这给您出现一个简单的view 这就是SWIFT的view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预览 是这样 这个Xcode 11 这个SWIFT UI 好处就在于 咱可以编写代码 右边可以编预览 这是它非常好的工具 反正我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有很多的快捷键 可以让咱们在预览之间 在代码之间来回的切换 反正我是觉得 SWIFT UI 这个Xcode 11 做得非常好 不过据说 马上要出这个Xcode 12 到时我再给您做视频讲解就算了 好吧 这边咱缩小一点 大家请看 右边是咱们这个APP的预览的效果 对吧 咱们左边可以做任何的修改 比如说我这加上一点东西 123 行吧 这边大家请看 右边就直接预览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就是简单的 这个SWIFT的使用方式 咱们先看一下吧 一会儿呢 我会在这给您 做一些这个 这个view的编程 咱们先看看 这个生成代码的结构 首先是第一个 是第一个文件 对吧 这大家请看 这一上来 居然input是UIKIT 它内部其实底层调用 还是UIKIT 是这样 这个UIKIT和这个SWIFT的UI 是个什么关系 我给您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因为以前我学过这个VB编程 对吧 Windows Phone VB编程 VB的好处是什么 简单 对吧 它把底层的APM都做了一个封装 让咱们很快速的 就能开发用户界面的原型 对吧 这个SWIFT的UI 就相当于VB.NET VB.NET VB.NET FORM 对吧 相当于WINFORM 那个框架 对吧 那UIKIT 就相当于Windows WIN32的APM 它相对底层 但是功能强大 但是呢 咱们一般的开发 用VB.NET VB.NET 就足够了 也就是说 咱们一般的开发 使用SWIFT的UI 就足够了 好不好 咱们用到UIKIT的时候 我再给您讲解 咱们再看看 APP代理SWIFT的文件 是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状态管理 如果说您要有一个数据 想在整个应用程序集进行声明的话 您可以在这个地方定义 对吧 定义完之后 再把它分配到各个view当中去 对吧 这个是咱们全局状态管理的一个 APP的代理 好不好 这个呢 咱们几乎很少使用 但是你要共享数据的话 可以写在这个文件当中 OK 再往下看 它还给咱们生成叫做SYN 叫SYN Delegate 这个叫SYN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 怎么说苹果独特的地方 咱们一般 比如说咱们用这个Windows开发习惯了 咱们都喜欢把一个这个窗体 叫做Windows 是吧 叫做FORM 不 在咱们这个Apple里面 它叫做SYN 它的SYN 您就把它理解 是咱们Windows中的一个Windows 是这么一个FORM就可以 OK 在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SYN 也就是说对应了Windows 它是对应着各个Windows的各种各样状态 比如说不连接了 激活 然后是再激活 进入前景 进入背景 它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全局Windows的事件 对吧 然后在它的构造器里面 咱们大家看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其实是实力化了一个 SwiftView的 UIView的对象 这个ContentView 其实就是这个文件 对吧 在这个文件里面 咱们描述 这名行文本 Hello World 进行输出 那么这个文件的名 或者说这个结构体 就叫做ContentView 咱们可以叫别的名 叫什么都可以 然后它在信的代理里面 做了一个声明 声明完之后 大家注意看这块代码 这块代码是什么意思 这块代码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声明了一个SwiftUI的View 然后在这块代码使用UIKit的API 把这个UIKit和Swift的UI进行一个桥接 桥接完之后通过UIKit的API进行显示 怎么桥接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咱们用的是UIWindow 这个是UIKit里面的API 对吧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跟View控制器 因为咱们用过这个UIKit 都知道 都讲究是控制器 对吧 一个form就是一个控制器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是UIKit里面的一个 跟控制器 它通过这个非常重要的控制器 UI Hosting Controller 通过这个类来把UIKit和SwiftUI进行一个链接绑定 好不好 这个作为初学者朋友 您不用了解 这个东西 您知道在它这个生成的代理中 它这块代码是用来显示 咱们初始化的这个View就可以了 随着咱们今后慢慢深入学习 您会慢慢的了解到 咱们该如何把SwiftUI和UIKit进行链接 因为目前的版本来说 SwiftUI中有一些的功能不好 咱们可能在局部的功能 是需要调用UIKit的 到那个时候 我再给您讲解 咱们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把它们串建起来 写成一个单独自己的空间 把UIKit的功能 使用咱们SwiftUI进行包装 然后通过这个工具进行链接 到时候我再给您细讲 今天咱们就pass 这个地方您知道 咱们在这个地方 声明了一个SwiftUI 然后通过UIKit 把它显示出来就够了 OK 这是这个文件的意思 然后这个是今天咱们重点的内容 咱们今天要做一个view 或者是一个windows 或者说一个form 在这里面 咱们会填上一些相对的内容 一会儿我会给您填 接下来是咱们要用到的一些资源包 图片 icon等等 在这地方都能够定义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可以追加各种各样的资源包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这个是故事版 这个咱们不会用 接下来是咱们整个APP的描述文件 比如说 你支持横屏 支持竖屏 支持各种各样的信息 这个地方都可以描述 好不好 OS类型 你是不是支持iPad 对吧 都可以描述 OK 这就是大概的工程的结构 其实不是很难 咱们再回到咱们的主窗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swiftUI的描述性的UI 对吧 另外是咱们一边写代码一边预览 下面是负责预览的代码 因为有下嘛 这个preview 这个预览的代码 咱们点击着右面 咱们才会看到咱们当前 现在描述是UI所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 咱们几乎可以做到所见即所得 OK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有点慢 好 我先Ctrl-B 咱们编译一下 编译没有问题 然后右边应该能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没出来 是这样 我iMark买的可能比较早 运行最近的swift好像有点慢 偶尔可能需要编译两次 运行两次才能够出来 但是大家现在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OK 是这样 出来之后咱们就可以编码了 怎么编 是这样 咱们先看看代码的结构 一上来是个结构体 这个是咱们整个view的名字 它继承view 对吧 然后里面是一个body 这个body里面 这个没说的 body是一个变量 对吧 后面这个要重点说一下了 这个呢 是swift的5.1开始引用的一个不透明的结构体 把它理解为什么 sumview 一些个view 对吧 其实理解为一些view 有些笼统 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是一个范形 它可以接受咱们输入任何的view的内容 这么理解是对的 它是不透明的类型 好不好 OK 在这个里面呢 大家请看body 大括里面 咱们在根的位置 它仅仅接受一个view 比如说这地方 我输入两个view行不行 肯定是不行 咱们试试 大家请看 编译是过不去的 它仅仅接受一个类型 那么怎么做 大家请看 一个context是可以编译过去的 那么如果我要想再增加其他的context怎么做 咱们需要给它做一个简单的布局 比如说横布局 比如说重布局 比如说竖布局 都是可以的 那么怎么做呢 咱们可以通过手工的方式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点击这个context 点击这个text 按住这个combine的键 再点击的话 会出现这么一个菜单 在这个菜单里面 比如说咱们选择这个水平布局 还是垂直布局 咱们选垂直布局 大家请看 出来个垂直布局 然后在垂直布局的下面 咱们就会加上自己的代码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detail 一存盘 大家看右面 我还得编译一下 OK 没有问题 大家看右面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这边出来了 出来两行text文件 然后咱们还可以对这布局 做一些个简单的描述 比如说 咱让这两个text文件做一个对齐 对吧 怎么对齐 比如说这个左对齐 是吧 还是这样啊 咱们开发官网页了 开发官微软系了 咱们一想左对齐 就是left 对不对 在咱们这个apple系 就不叫left 叫什么呢 叫leading 这个咱们还真得试一下 然后这个间距咱给个0 然后存盘 后面content不要 后面content就是下面的内容 好 然后咱们再看右面的预览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同时咱们还可以给文本 加上各种各样的字体 修饰符都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加 那么试试 点 比如说加上一个前景色 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给一个红色 可以吧 当然不给红 给绿色蓝色都不所谓 然后下面咱们也给点字体 比如说咱们给一个font 是吧 给个字体 比如说咱们给一个 我看看 给一个小标题吧 给个小标题 存盘 然后再给它一个前景色 这样的话大家请看 其实不就是在编码吗 对吧 给个grip好不好 好 大家请看 右面就出来了 对吧 同时是这样 咱们我刚才一直在这个地方 是通过代码区给您做的编码 其实不 咱们在右边通过可视化也能够编码 怎么编 大家请看 比如说我想给这里面再加上一扛文字 怎么加 我点这地方 点击 这地方可以选择各种各样view 空间 或者说选择修饰符 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咱们选择空间 咱们再输入一个test 是这样 当前Swift UI 它支持所有的空间 或者说view 在这地方您都能够找到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按住拖拽 可以把它拖拽到代码区 也可以把它拖拽到预览区 然后注意看一松手 就过来了 对吧 这地方也出现了一个test 这个地方也出现了 对吧 非常方便 对吧 然后我把它比如说移进来 移到上面去 上面去它怎么没出来 咱得编一下代码 是吧 稍等 它应该现在是出于站位服务 所以我得更改它一下 是吧 ok再刷新 是这样 是我的电脑慢的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我右边的能够及时反应 有时我必须得编译 counter command bit 编译两次 然后再点preview 它才能看到 这可能是我电脑慢 还是Xcode有bug 反正我一边使用 一边发现 Xcode本身的bug 其实不少 比如说我在用Polyground 就发现它明显的bug 我只有重启一下Xcode 才能够正常使用 好 这是另外的话题 删掉 大家看看 咱们很容易的 就用咱们描述 类似于编写网页的技术 来编写了咱们的代码 对不对 比如说 咱们再来 比如说我想在两行文字前 咱们再加一张图片 该怎么做 我还给您使用UI的方式 图出来的方式给您做 好吧 这出来的图片 咱们点击它 拽过来 拽到这也行 是拽到这也行 我想把它放到它的左边 大家请看 出现了吧 我可以放到上面 右面 中间下面 都可以 但是我想把它放到左面 然后一回撤 一回撤一松手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同时大家就看这地方 它在咱刚才的VStack 外围又套了HStack HStack是水平对齐 对吧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敲上一点系统内置的 比如说咱们敲上一个什么 我想想 Heart 可以吧 一个小心 大家请看 右面这地方是不是出来一颗小心 这就是系统的图标 对吧 然后咱们还可以对图标 加上各种各样的修饰服务 比如说 Resizable 对吧 这个图标是可以变形的 对吧 同时咱们再给它指定一个前景色 比如说 芯 再给个红芯 红色 没问题 对吧 然后咱们还可以比如说设置它的宽高 用这个frame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属性拖拽完成 咱们给宽高 比如说给50 50 然后对齐 咱直接点点给center 孙盘 大家请看 过来了吧 这样的话就简单的生成一个小图标 然后右面是咱们一些的描述 比如说这是一个用户图片 对吧 后面是用户名 下面是用户介绍 非常快速的去能实现这么一个简单的内容 同时咱们还可以做 我呢 比如想把它变成一个粒子列表 那么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command 然后点击鼠标 出现一个菜单 比如咱们选到这个 大家请看 嵌入到list 我点击一下之后 它就会把咱们整体的结构呢 嵌入到这个list当中 咱们看右边 就出来了吧 OK 然后咱们可以改一下 因为这是测试数据嘛 咱可以随便改 比如说咱们显示20行 顺盘 出来20行了吧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然后大家请看 但是20行 它出了这个屏幕 我现在不能拖拽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还没有使用preview的方式 咱点击这个运行按钮 让它preview的方式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咱们就能就像真正使用这个APP一样 可以拖拽它 可以点击它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咱们试试啊 大家请看 我是可以拖拽的 对吧 然后咱们再做一个数据员 对它进行绑定的话 那么马上就能够使用了 对不对 OK 接下来我再给您演示一下 我点击其中某一个数据行 让它进入一个新页 比如说咱们开发一个news的APP 对吧 那么咱们这都是news一栏 然后点击之后呢 进入news的详细页 这个该怎么做 这个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在咱们的利索之外呢 咱们再套一个navigation 是吧 咱们试试啊 那当然这个navigation 咱们不挑行 咱们从这选择也没有问题啊 咱们都可以 navigation go 咱们把它拖拽过来 然后里面这link咱们暂时先不要 给它屏蔽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咱的list拷贝过来 拷贝到这个navigation build里面去 存盘 这样的话 我看它怎么报错 这样的话大家请看 这就会形成一个navigation的吧 出来对吧 然后呢 咱们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这个 吧的title 比如说 navigation title 咱们给一个text的空间 里面给上值 比如说 navigation bar 好不好 我没想错吧 ok 大家请看 这个navigation bar就出来了 对不对 非常的漂亮 然后咱们再运行一下 稍等 看我的机器好像又慢了 我还得重新的编译一下 大家请稍等 编译完之后再点这个resume 让它重新预览 成功的话 再点击开始 ok 现在再拖上就可以了 大家请看 上面也出来了 完全没有问题 对吧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应用程序 同时 我刚才给您生成这个navigation bar的时候 大家注意没注意 这个地方 它还给他们生成一个link 这个link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咱们点击一下的时候 它会进入到详细页面 这个该怎么做 马上试一试 这个是备注 我把它打开 稍等 我打开之后 因为它是循环节 所以说咱们要放到咱们的循环节当中 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吧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navigation link 第一个就是说 我link到哪去 这个地方 咱就简单的给一个文本 就叫做detail页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里面是link的内容 这就是咱们每一行的内容 我把它口碑过来 然后Ctrl-A Ctrl-I 进行一个整理 OK 整理完之后 咱们回头再看咱们的用程序 是吧 出来了 你看这就是非常烦人的地方 它又不能用了 只能把它停掉之后 咱们再重来 是这样 它内部是有点小bug的 我通过最近的使用 发现有些小bug 好 大家请看 在右边出现小箭头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navigation的每一行是可以点击的 对吧 那咱们点一下试试 我点了之后 稍等 这怎么 我再重新编译 因为这个系统还是总是有点小问题 咱们再重新编译一下 好 Resume 然后再运行 拖拽可以了 再点击一下试试看 就可以点击了是吧 这是它的bug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每一行都可以点击 咱们点击这详细页中也可以设计小标题 图片啊等等等等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ok 这个呢就是你看大家请看又不能点了 这可能是这个 它这个浏览器的一个小bug 或者说这个 这个simulator的一个小bug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在实际中是没有这种的问题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在这个预览中 可能过两天这个出这个iscode 12就好了 说不定是吧 ok 咱们先把它停掉 同时是这样 大家请看 我右边采用的是一个iPhone的机种 这个机种的预览呢 是可以在这地方选择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有各种各样的机种的预览 我现在选的是IC 当然这是比较怎么说呢 平民机是吧 平民机反正卖的便宜点了 比如说咱们选的这个11 Pro的话 会前面带个小刘海嘛 对吧 而且你看这个右边的这个预览图标 也出现了一个小刘海 它呢正在启动这个simulator模拟器 对吧 启动起来之后 咱们再点击这个运行看一下结果 其实我这iMac并不慢啊 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运行这个 Scode显得有点慢 大型的预览标签还在运行 还没有结束啊 咱们等一小会儿 而且我代码其实并不复杂 通过我这个使用Scode 我发现它内部的这个小bug 其实还是真的挺不少啊 这个咱们得承认对吧 啊它预览吧 可能是内部出点小撮 一会儿我再预览一下就好了 咱们呢让它一边预览啊 咱们一边再点击 你看出现小错误了啊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应该就行了 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认为是Scode内部的一个小bug 咱不管了把它停掉 然后咱们呢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地方呢 直接启动一个这个浏览器 而是不用预览的方式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咱们试一下啊 Go 大型看我现在正在编译工程 然后启动这个iPhone11 Pro的这么一个模拟器 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 OKOK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请看 启动起来之后 它出现的结果 跟咱们预览 看到结果是完全的一样才对 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的电脑啊 怎么会变得这么的慢 现在出来了 其实代码的并不多啊 大家请看 这可以滑动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点击任何一个 这个还是有点小问题啊 这个偶尔会报这种错误 这个其实是这个S Code的一些 可怎么说呢 不好的地方 这个在实际机器上运行 是没有类似的问题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在这个 运行这个模拟器的话呢 会有小问题啊 OK 咱们再实验一下 我重新编译 咱们再实验一下 OK成功 然后咱们运行啊 咱们还是用这个模拟器运行 再不行的话 过两天我就准备插上 我这个实机给你演示了 因为我有两台Mac 另外一台Mac的话 在运行的时候也经常 报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说运行不起来 然后运行起来的话呢 点击这个 大家请看 现在就可以了是吧 这个应该是它模拟器 一个小bug 有时你在那需要重新编译 再运行就能起来 反正怎么说呢 希望这个苹果公司 把这个Scode 再好好改进一下吧 好不好 OK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给您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咱们呢 大概知道这个Scode的使用方式 同时咱们呢 还知道 默认给咱们生成的Swift UI工程的这几个类 都是干什么用的 好不好 今天呢 这是第一期呢 我给您做一个抛砖引语 今后呢 我会不断的给您推出 Swift UI的课程 也希望您呢 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